《 金馬》 以後 李興捷連續三年挺金馬獎 今年雖然沒有作品角逐獎項 但還是因金馬執委會的邀請,擔任頒獎人 同時也出任金馬創投決選的評審 今天24號頂著一頭精靈短髮 全身散發仙氣,頒發創投企劃的百萬首獎 之後他將在今年的金馬大師課中擔任獎師 行程可說是相當緊湊 不過現在還是正值疫情期間 此行來台來回就要隔離將近一個月 這樣會不會覺得離家太久了 他笑說沒有孩子會煩你,其實很自由 我這次之所以決定來 其實我自己很想來參加金馬的朋友 因為我覺得每次我來參加金馬 都有很多的學習 而且那14天的隔離 我也覺得是很好的閉關跟休息 因為平時在家裡都要去處理很多家裡的琐事 然後帶兩個孩子 其實我覺得對媽媽來說都能理解我的心情 能夠有14天完全自由 然後沒有人來煩你的這個時間 然後我就很專心的做好我的功課 就是研究這些案子 然後準備我的獎告 好像是也很忙碌 只是這些忙碌的事情都是 我很喜歡很專心可以難得可以專心做的 因為今年也參加金馬大師講課 我一個人要在台上自圓自圓兩個小時 所以我也花了很多時間要準備那個講稿 所以感覺上今年的這個隔離還是蠻忙碌的 可能因為是疫情吧 就你沒有辦法一直往外走 反而是安靜下來的時候 這是一段非常好的時間 讓我自己可以去構想 可以把我自己想的故事寫下來 所以慢慢就有了這些幕後工作的創作 其實我自己一直有在寫東西 對 當然我覺得我還是在一個累積的階段 在看看以後有沒有覺得自己夠成熟了 可以往幕後人員的這個 幕後工作者的這個工作的崗位去發展 那欣姐在看這些新劇本的時候腦中會浮現說 如果這個我來演的話我會怎麼做 沒有沒有 我是非常理智跟客觀的去看這些案子 當然也是有一些演員的角度 就像我平時看劇本這樣去感受這個故事 就一島說得很好就是其實就是 每一個故事裡面的人物 那你為什麼要寫這個人物 然後那個故事能不能打動我們 我覺得這個有沒有夠深刻 能夠讓我們記得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